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电影《大话西游》中有一句经典台词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好好珍惜 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这句台词之所以广为流传 大概是因为它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总是如此 相守时便隐匿于平淡岁月中 让人不知不觉遗忘了在一起的不易 唯有突然失去时才深觉它的重要性 奈何为时过晚 尤其是婚姻中日复一日的琐碎 烦恼抱怨填充了双方的脑海 又有多少人还能想起彼此所做的努力呢 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微妙 或许你感觉不到爱情和婚姻的珍贵 但当你上了年纪 经历了一些事情 看明白了一些事情 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世界上 相守于平淡岁月中的夫妻之情 才是这世界 最只让人温暖或感动的感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下半场 拼的是妻子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与评论 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喜欢 当代社会 父母都期望着自己的儿女的婚姻 能够幸福美满 每一个结婚的男女都希望自己的婚姻 能够天长地久 可等我们真正进入婚姻 会发现 要想真正幸福并不容易 想得到父母一辈那样相互扶持 相濡以沫的婚姻 这个过程既漫长又艰难 尤其是遇到不幸的婚姻时 女人往往是最可悲的 心理学家说 婚姻就像是一座摸不透风的牢笼 她困住了里面的女人 让她在这个牢笼中挣扎不休 可是却无法逃脱 其实不只是女人 男人也一样 在几十年的婚姻生 生活中那些看似婚姻幸福的男人 到了年迈时 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悟 到了晚年才明白 婚姻里的下半场 拼的是妻子 老张年轻时 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家务事从来不会做 全数交给妻子 在外人面前 她说什么妻子都必须听 从不能够反对 更不能拒绝妻子 和家中老母亲发生争执时 她总是会帮助自己的母亲 从来不会安慰妻子 体谅妻子 妻子在这个家庭中过得非常压抑和痛苦 丈夫的大男子主义 让在家中完全没有话语权的妻子不再发言 和她的沟通也更少了 几十年的夫妻最终落得一个相顾无言的局面 这对于婚姻来说算是不幸的 年轻时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可等到老年 身体机能会变得衰退和迟缓 这时才明白 有一个可以相互扶持陪伴的老伴有多重要 老张妻子从前不顾父母的反对 嫁给了一穷二白的她 婚姻几十年 任劳任怨地为家庭付出 最穷的时候 他们的感情算是最好的 后来生活倒是越来越好了 感情却是越来越淡了 到了老年 老张才发现 从前自己并不会贪恋亲情 一门心思地往外跑 可到了现在 她再无力到处奔跑了 守在妻子身边 却再也感受不到妻子的关心和体贴了 年轻时重下的阴 到了老年 就结下了果 受了几十年埋怨的妻子对老张默不关心 没有半分的体贴和感情 这都源自于老张从前对妻子的呼来喝去 挑剔嫌弃 老张的长期冷落 妻子铭记在心 所以到了晚年 本应该相互依靠的两个人 反而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老张这时才明白自己将妻子的心伤得有多深 也终于知道 当女人的心被伤透了之后 就不会再对丈夫产生任何期望了 等她醒悟过来 想要五热妻子凉透的心时 为时已晚 从前感受不到丈夫的半分关心 不管做得再好 也换不来体贴 这种婚姻生活 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丧偶式婚姻 在柔弱 心肠再善良的女人 在这种婚姻境况下 也会变得铁石心肠 会因为岁月的魔力变得刀腔不入 独自忍耐了如此长久的岁月 丈夫这个角色 在她的心中 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意义 有她没她都可以过得很好 因为她自己就能够保护好自己 根本不需要依靠男人 当男人晚年需要对方的时候 他的体内已在没有热情 他只能把这刺骨的寒老 还给你其实过了一辈子 都没啥感情的夫妻比比皆是 不是所有的白头偕老都是值得羡慕的婚姻 去年 一对结婚57年 连菜刀都要 厉质的夫妻终于离婚了 据说 他们俩这种情况在婚姻中维持了近50年 两人经常吵架 甚至大打出手 多次报警 也曾几次起诉离婚 却以各种理由不了了之 夫妻二人 各居一室 所有东西都分得清清楚楚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还好两人总算没有相互折磨到最后一刻 在封竹残年之际把婚离了 他们俩都很开心 分别给办案的法官送去了锦旗 这个真实的故事并没有让我笑出来 只是觉得很恐怖 五十年 半个世纪 两人这一生简直是白活了 接受采访时那个老爷 别子还振振有词 指责妻子 哦不 前妻的种种不好 我感到特别悲凉 一个女人嫁给你 你连菜刀都要和她 她还能对你好吗 你这样做消耗了自己和别人一辈子的光阴 是有多么愚蠢 你和她整天争来争去 你赢了女人 却输了婚姻 你结婚是图个啥呢 在这一刻 老张醒悟了 他说在人生的上半场 大家拼房子 拼事业 谁有钱 谁就成功 而且每天还有一大群朋友 陪你寻欢作乐 那时候想 家庭算什么 可是人到了年龄 总是会回归家庭的 也一定会回归家庭 那人生的下半场 拼的就是家庭 拼的就是妻子的 看谁家庭生活更幸福 也决定了自己 接下来每一天的真实体验 人生下半场 拼的是妻子 活到52岁 我醒悟了 可是也晚了 因为等你回归家庭的生活 那个爱你的人的心 也被你寒透了 是的 一颗被寒透了的心 是不可能再午热的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如果这就是夫妻的意义之一 那么在年轻的时候 在人生的上半场 应该是一个好好积累 培养感情 温暖彼此的过程 只有在年轻时 积累出一定深厚的 笃定的感情 到老了的时候 才有感情互相陪伴 先有存 后有取 要不然等你需要的时候 一定也是取不出来的 如果女人是水的话 那男人就是周 年轻的时候 懂得善待妻子 那就是为自己的后半生积福 你对妻子的好 最终都会回报到自己的身上 如果把婚姻荡成战场 收获的一定是一的狼藉 而把婚姻荡成道场 才会是一场 共同成长的修行后 后半生拼的是 妻子小舍得中的男健龙 和妻子蔡菊英闹别扭 蔡菊英赌气离开她一个人 在家生活 饮不喜饭菜不做 家里乱糟糟的都不知道收拾 她有钱去饭店吃饭 嫌弃太油太咸 在好的饭店 也做不出适合她的口味 在家里从一堆脏衣服中间 调件干净点地穿 一周的时间人瘦了一圈 也憔悴了很多 而蔡菊英在家的时候 会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知道她的饮食习惯 会在她不舒服的时候 揉肩垂腿 让她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妻子在不在男人身边 妻子是否心中有爱 才是决定男人后半生幸福的关键 后半生 妻子是那个与你风雨雨共 是那个在你床前嘘寒问暖的人 很多男人 失去妻子之后 才知道家里有一个真心爱自己的妻子 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看似她做的事情都微不足道 可是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女人从来都没有懈怠 在老区的岁月里 会发现以前创造过多么辉煌的成就 没有那么重要 手里有家财万贯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 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在回家的时候 有人开门 放在桌上 妻子嘴里 牢牢叨叨的 全是一些叮咛和关心 这样的场景温暖舒服 别在年轻时 就伤透妻子的心歌得说 能在自己的家庭中寻求到安宁的人 是最幸福的人 年轻时善待妻子 晚年才幸福 别在年轻时 只想着拼事业 多注重夫妻感情的培养 多花些心思 在妻子的身上 晚年的生活 才会更幸福 人生的路 选择怎么走 是男人自己决定的 真爱妻子 建立深厚的感情 才能在晚年 能有山门一直为你而开 有盏灯 一直为你而留 日剧最完美的离婚中写道 婚姻最坏的结局不是离婚 而是成为面具 夫妻对对方没有爱 也没有任何期待 却在一起生活 这才是最大的不幸 事业上的成就 确实能让男人 不管是自身 还是生活上受益 但男人事业上的成就 唯有成为婚姻的铠甲 才更有其意义 男人经营好事业时 也请善待你的妻子 不管有多忙 或是工作带给自己 多少压力和烦恼 在进家门之前 要懂得把一切负面情绪 都放在门外 不要带回到家中去 要用心去感受妻子的爱 赞美她的勤劳能干 要理解她 包容她 和她一起面对孩子的成长 面对家里的这些琐碎的事情 不要忙事业 而忽视了妻子的感受和需求 面对妻子的需求 要懂得给予真诚的回应 成为她真正可以依靠的人 不要总是让她没有安全感 总是觉得丈夫的位置是缺失的 如果说婚姻是一场合作 那么男人最聪明的投资 就是疼爱妻子 你对妻子的好 最终都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好好善待妻子 人到晚年 才能彼此相互照顾 能获得更多的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